第四節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pop session 的第二節 剛才我們又講完你的心評 讓觀眾了解了你的音樂的抵藝 我們現在這一節 我們先講一些電影上的資料 好 首先我自己個人 在電影中有幾個主題我很喜歡 第一,我首先很喜歡科幻 第二就是很喜歡魔幻 另外一個很喜歡的就是一個特務的主題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特務這個類型的主題 在流行文化上是一個很特別的主題 它是一個很有掌精性的 就是觀眾一定是你一講特務 就已經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是有一個已經很深厚 深遠流長的一個大家心目中的形象 小時候都會幻想自己可以成為特務 其實你已經是特務來的 我不會告訴你 OK 其實我們可以在流行文化的作品上 有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特務作品 比如是James Bond 鐵金剛的系列 2007 相信很多人都從小看到大 除了之外也有這個 Jason Bond 即是這個叛蝶追擊系列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最近都出了一部新的電影 叛蝶追擊系列 除了之外也有這個Mission Impossible 即是這個職業特工隊 也是大家都很熟悉會說的一個作品 除了之外也有很多其他作品 都會牽涉到一些特務的東西 譬如Marvel的電影世界觀裏面 都有說到一些特務 很多很多 總之各式各樣的特務 基本上這麼多年來什麼都拍過 就真的 那我們今次就 雖然我們主題是講演的配樂 但我們在講演這個特務的配樂之前 就是特務類的作品 去一些比較特別的特質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讓我們的觀眾也了解一下 首先這些特務類作品 他一定要講的一個特點 是一定有盡南美女 這個是一定一定有的事 以一個觀眾的角度來看 就是吸引你去看這些特務作品的一個焦點所在 盡南美女科技 是的 科技也是很重要 不過我們先講一些盡南美女 好 那麼多數盡南美女 首先盡南上面 就譬如你看一些鐵金剛系列 那麼主角一定是非常man 就是很有男人味的一些角色 那麼也都是身杖會很標準 也都是會做到很多physical上面的事 就是他需要有很多動作場面要做 那麼除此之外 這些盡南美女一定會配有很多華麗的服裝 就是James Bond他們一定穿西裝 就是沒有可能 就是兔兔電影一定是很多西裝贊助 是不是 每個人都說 因為你如果過西裝公司 就可以做到那個電影的西裝 一定是馬上很大賣 是的 其實他代表有tasteful life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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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也是一定的 必定 很多男性的觀眾 也是看幫女郎的 就是看James Bond 有一兩套 是沒有什麼美女的 是的 有一兩套是特別差 差一點 他們可能就說 每次都這麼多美女 不如找一次我們沒有美女 就是或者那個幫女郎 其實是有些騙子的 是的 但是James Bond 他出了二十多套電影 這麼多年 其實要數去幫女郎 真的多到數不完 沒有數 真的沒有數 對 有很多個都是在粉絲心中 都是非常之喜歡的 一直都繼續回味 這樣 亦都現在的走向 就是現在James Bond 也是繼續拍電影的 就是 每一次去公佈演員名單 大家都一定會期待的 就是誰是新一代的幫女郎 是的 是的 其實每一個男人都想 成為James Bond 身手也好 又帥仔 穿衣服也好 然後有很多女人 會圍繞著你 是吧 然後呢 食也好 什麼都好 然後你又可以 擁救家人 是 這個你信不信 是嗎 我也是想 好 就是你叮一隻眼 然後那些女人又過來了 真的 然後你還可以救他們 是 他們如果是偽男人 是幾男人 是吧 除此之外 就說完進男 就是剛才 美女上 就一定是非常之有人 就是電影拍攝上 一定會是穿禮服 就是突出演員的身材 的線條 之類 或者穿衣 是的 就是比堅尼那些 一定有 但是我自己有一點 就是一般的喜歡 就是很多時候 這些幫女男人 多數都會是一個 比較上 花瓶上的角色 有時候 就是對於可能 劇情上面 他的幫助 不是真的很大 可能他的重度 是比男主角夠 亦都是展示他自己的美式 所以我對於這方面 是覺得可能 各個角色上 其實可以再描述多些 很多時候的幫女郎 其實不是的 每一集 那個幫女郎 都有些不同 早期的幫女郎 就比較是 廢柴一些 哈哈 就是比較不是真的 就是經常都與人救的 嗯 但是最後那些 就開始 是 是 是 因為當你的社會不同了 嗯 女士的 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 不同了 你還是這樣的話 就會被人罵 覺得沒有認同感 所以他後來 到後來 幫女郎 很多時候是 什麼呢 身手好 美女 總之是 智慧 然後他有時候 會救回Janes Point 但是到最後 還是要一個男人救回 其實就好像每一個女人一樣 就是 我不想救個男人 其實是想個男人救回我 是嗎 這是女人的心態 是 其實他多強勁都好 都想到最後 是被男人保護的 嗯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在《占士邦》片裏面的 幫女郎 的進展 的一個 就是不同的進展 是的 你看到 就是 時代上的變遷 就是對於女性角色的 描述上面 就是近代一些 比較 就是 王家賭場 Skyfall 你看到一些 類型角色的地位 是高一點的 他已經 都會是 都是特務的身份 都是跟 Janes Point 一起合作 也都會是 可能一些 雙重間諜的角色 之類 令到他 角色上面 你會對他 有一種猜疑 在這個故事推動上 也是好看的 對 是 是奸還是中的 是吧 還有現在多了很多 行動 比如以前 其實很多 Jane Spawn片 我有看 以前的動作 是沒有那麼大動作的 那些Jane Spawn 瀟灑出來 然後 就搞定了 是 兩樣搞定了 但是現在那些 就是 捱殺捱死的 就是要做很多 stunt work 就是很多特技的 或者一些 要做很多 行動的 幫女郎 都辛苦很多 因為他其實 這些特務類的作品 動作場面 一定不少 其實 我看了很多 製作的特輯上面 他們都是 比較主張 所有事情 真實做出來 就會增加到 那樣事 動作場面的 說服力 就是不會 起碼不會說 我都可以 就是 你突然在大廈跳下去 這樣說 我不行 那你覺得他更加英雄 是的 其實 很多這些特務類電影 基本上 真的什麼動作場面都拍過 就是 在空中上面也有 綠地上追逐也有 水上追逐也有 真的什麼方式 太空也有 什麼方式的追逐 都會出現 但是他很多時候 都保持著 有很多 就是 新的取向 新的風格 去拍這場 我自己 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他 之前是 Skyfall那裡 有一部分是在上海的 對 一間 一個大廈裡面 是黑曬的 周圍都知道 上海有很多偽紅燈 那一幕就是 James Long 跟一個殺手 石抽 那時候 那一幕的處理 就是用光影的處理 你看到他們的剪影 但偶爾開一槍 你看到他們的小小 這些 有不同的新的拍攝方法 是很吸引的 但你也要看回 以前的 James Long電影 就有一些 在雪山上 飛到下面 要逃走 那些 那些就很真實 就是沒有那麼多 藝術元素 在那裡 那時候是 我自己怎麼說 比較 很腎上線數 高一點 是的 那種感覺 近代比較 都是藝術一點點的風格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再這樣做 就差不多了 對嗎 有時候我覺得 James幫助 那個選角很重要 但有一兩個 我就覺得一般 就是不得勝 我覺得他又不是英俊 又不是英俊 又不是英俊 又不覺得他身手特別好 反而 現在最近期的 James Long 他不是特別英俊 但他身手真的好 身手真的非常好 他是比較 怎樣 抗野型 你會覺得他是 真的做到事 就是做到事 就是他 執行任務 塞缸型 對 塞缸型 說完 進男美女 動作場面 我們說回 剛才的科技 這個科技 是一個自己很喜歡看的東西 因為在這些特務女作品 很多時候都一定會提倡 一些特務擁有 一些我們平日 用不到的科技 才可以做到一些特務 需要做的 就是間諜的東西 在James Long 科技上一定會有車 一定會說 是靈車 是 近代的車 也開始很精進 這輛車有很多功能 是 他也是這麼多年來 一定是 大家會其中說的 就是他 每一代的車 就是找哪一間公司的車 哪一個型號代表他 其實很多人都會去車 男人都會去車 你會覺得 如果我這輛車就好 或者你看到電影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待入感 其實 你會看電影 你會覺得你是James Long 那些人覺得 剛剛他很投入過場面 你會覺得 如果我是那個角色 我就做到了 但是在James Long 上面 他對於科技上的描述 未至於好心 就是他的運用 我自己覺得 然後其實在這個 職業特工隊上面 他對於科技上的運用 其實是比較深一點的 我自己覺得 我差很遠 因為我覺得 James Bond 他是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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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那些工具 你不會想成為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未必一定很想 但是你會想成為一個 James Bond 因為很簡單 拿了一個打火機機 然後扭一下 當然就開槍了 這件事是男生很喜歡的 這些小玩具 就這樣找到一些東西 可以做到武器 除非你說好像 特務007那些 港產007那些 你用眼燈接著 鞋子是風筒來的 沒錯 那些是另外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 你眼燈照著它 真的用到風筒 其實可能你會買回來玩的 因為很過癮 所以在第6模007 有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很多男生很喜歡的 男生玩東西是玩具 是啊 但也說回剛才這個 職業特工隊那裡 他近年上面 譬如第四周很深刻 第四周很深刻 因為他用了很多科技 是跟蘋果的產品有關的 他很大肆宣傳 他那時候是用iPhone 即是他做特務 都是用iPhone接任務的 除此之外 那時候也很深刻 他有很多 可以 那時候他有一幕 就是他要潛入一個地方 拿一些資料 然後他就要 假裝那個地方 是沒有被他移動的 那些東西 他有放了一個鏡頭 就投影那個地方 本身的樣子 這些是相對上很現代化的一些科技 嗯 而James Wong 就比較少這些科技上的研發上的進展 少了 少了 但是各有各取向 我真的覺得很同意的說 James Wong 比較主要於任務上面 是的 Mission Impossible 他相對上多了很多周邊的設備等等 等等的東西去幫助 我想他在Focus在他的Mission 是的 James Wong 就不是有Mission 就是你去做事 然後你去喝酒 然後你去追求女兒 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生活 Lifestyle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做事做事 由Mission為主 因為他也是說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他也是要把很多科技 令到他可以做到那個任務 除了他還有什麼科技 譬如有些他要在大廈外爬 要在大廈外爬 然後又要潛水 潛水很久 要有些 比較辛苦 對 相對上是挑戰極限多些 我有時候想想 其實誰會篩入高一點 你猜 我也不知道 是的 但這個就可以說了 我們說一下那個項目 就是這些特務的作品 最主要是他一定會有特務的組織 嗯 這個是一定會有的 每一個作品都是一個特務 是遞須一個政府的組織 譬如是James Brown 就是這個MIS-6 嗯 然後是MIS-6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MIS-6 然後是Mr. Impossible 他就是有一個 Mr. Impossible的部門 除了之外 還有很多Marvels 有神統局 Shield 這些組織 他們一定會遞須 這些特務都是遞須一些組織 而那個組織 一定會提供很多資源 所有的訓練 給那個特務 簡單來說就是 那個特務 沒有了那個組織 其實是不行的 當然是給他出糧 是的 沒有人出糧 最重要是這件事 是的 你也知道 特務的性質很特別 如果你離開了這個組織 那個組織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你不可以這樣走 對 無論如何都會找你回來 對 你這麼多機密資訊 對嗎 我被你遷就了 所以多數的特務 他一走了 都不會有好下場 對 所以你小心點 對 不可以這麼公開 告訴這麼多人知道 對 是的 那些特務的組織 我自己是很喜歡他的設定 嗯 我自己最喜歡的特務組織 就是Marvel裡面的神統局 嗯 那個神統局 它就是講一個 這樣的特務的組織 它就是做很多 全球性的間諜行動 監視了全球的問題 在Marvel的世界 就是很多這些奇怪的事情 就是很多超戰的事件 超人類的事件 超級英雄的事件 就是監視所有這些事件的發生 如果我自己經常在想 如果我自己是在這個組織做事的話 我其實是可以第一身 第一手監視全球發生的一些最特別的事情 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有研究神秘學 以及超自然的那些題材 嗯 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政府是一定不會把那些消息公開地發布出來 沒錯 就算發布 即是有人發布出來 它都會把那些事情 斷掉 就是 令到告訴你 蓋住它 是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做這些政府的組織的話 你真的可以了解到那些事情 到底真相是怎樣 是的 其實我覺得全世界有很多政府做的事出來 是我們很多平民百姓是不會明白的 嗯 也不會知道的 因為他們有整個計劃 可能甚至乎有陰謀 或者有其他的事情 甚至乎 就是UFO 那裡蓋了那麼久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自己覺得噁心是有的 都蓋住 蓋住了那麼久 就讓人聽說是假的 政府有很多事情發布出來 其實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 政府其實真的會有雙倍速度 是的 只不過我們當它是電影 看起來很過癮 但是我們可能 我們想不想知道 原來在街市賣菜的那個沈仔是雙倍速度 是不是才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做過一些 在特務上的了解 嗯 在電影上大家都知道 特務的形象一定是James Wong的 穿西裝他們很多多才多藝 什麼都要懂 要懂很多國語言 要懂很多武器都要用 嗯 但是首先如果是 跟現實對比 其實這個是一個不實的事實 在電影上我們當然 因為是一個演出 我們一定要做到那個特務 像James Wong他們很華麗 嗯 但是真實來說 特務不是James Wong的形象 慘悲的生活 是的 他有一些消息 有些研究說 其實他們那些 真是現實世界特務組織 要選特務是怎樣選的呢 就是譬如有100個候選人 嗯 他們就是選擇最不突出的人 最容易賣錯 是的 最容易可以在你旁邊 都不覺得他可能是一個特務的人 才是特務 即是可能在旁邊掃地的那個阿神 是的 沒錯 一邊走出來 穿著西裝打保證 是的 他還不是特務 是的 是的 因為在電影做出來 就要這樣 真實實這樣做也不行 但女性方面 就是相近的 因為女性多數都會用女性的特質 美色 就是最有效的誘惑 有很多行動上面 但是當然也有其他 又是不促中的 沒有那麼突顯的女性的特務 也都有 嗯 那麼 剛才就 大概 就是特務上面 在電影和現實之中的 對比就是這樣 那麼 剛才也說到政府 這個其實很重要 因為有很多這些特務類的作品 都一定是說一些政治陰謀 一些政治經歷的題材 很多時候都會是 譬如它是 一些特務多數做的任務 都是要瓦解一些 就是政府 或者某些大政權背後 可能來拿到權力的一些問題 是的 我覺得它有一個計劃 然後就用一個不同的手段 去完成它這件事 那麼有時候 我覺得政府比較是 當它要做一些事情的話 它要瓦解你 那麼它才可以走過那條路 嗯 因為你看它前面的石頭 它瓦解不了你 它不能走過那條路 是 所以它特務這個題材 跟政府上面 那一年是非常深的 就是你看很多 就是我剛才說的 上述會的作品 它一定是連繫著一個政府的 嗯 裡面上去問候特別商 特別是 剛才你說你沒有看過的 那個半疊追擊系列 嗯 半疊追擊系列 我剛才說的 它的背景就是 有一個特務 就是幫FBI 去一個秘密的特務行動 去做任務 然後它就失了益之後 又離開了那個組織 那個組織 當然是要發散 由民派回來 因為它失了益 就算失了益 它也知道很多資訊 萬一寄回所有東西的時候 洩漏了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但是它的主角 Jason Bond 他就回到那間 就是那個特務的組織 最後就是 要將它們所有的陰謀 公開出來 嗯 它是說很多 政府上面 的陰謀上的瓦解 這個是很主要的特務 類型題材上面 都一定會是 最好 因為是戲劇性的 來供特務 自己瓦解回自己的特務組織 亦都從而令到你現實 會反思這些組織 它做的事情 是否真的合理 因為其實很多這些特務 它都是 隸屬那個組織 它都是聽那個組織做事 其實這個都很人性範圍 對 很生活化 因為有時候 大學裡面 有些小圈子 小圈子 其他小圈子都覺得 我不相信 不相信 這群人 其實你都想瓦解它 如果沒有那群人 在那裏做的事情 那你會舒服一點 其實現實世界裡 我們都有很多類似的事情 尤其是內部 內部 內部 因為好像關自己的事 是 在這間公司裏面做事 我想瓦解你的小圈子 你瓦解的小圈子容易 但別人 你這間公司的小圈子 關了什麼事 是 所以我自己覺得特務題材 你網上好像很戲劇性 但其實你仔細看 你也可以看一些 我們現實社會的一些縮影 一些暗示在裏面 是 剛才說了這麼多特質 我們就可以進去 講一講這個 特務類電影的配樂 這個就非常重要 簡單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這些特務類電影的配樂 我一講James Brown 你的腦子已經馬上 會出James Brown的配樂 或者甚至乎你見到那個畫面 即是立刻在耳朵裏面 即是畫的聲音是差不多連起來的 你很少看到一件事 想不到的聲音 你聽到聲音 你就知道那個是James Brown的 有很多是很尊重的音樂 我現在要剪回那條聲音 給大家聽聽 在背景聽到 大家一定記得 所以他這些 他的特點在這裏 就是他所有電影的配樂 他都很緊湊 很圓宜 但你感覺到 他好像有些地方 像是有些地方 慢慢慢慢登 然後你慢慢爬 去別的地方 然後有個手衛出來 然後你 那些這樣的事情 他是把那個緊張的動態 和那些圓宜性 還有要多小心 行事的一些情景 用音樂 即是紀錄了 嗯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特末配樂隊》 都是一個動作類的電影 所以他很動作場面 所以他的配樂相對上 都一定要配合 那些動作上面 很快的節奏 而《特末配樂》 而《特末配樂》 除了他配樂之外 他每一套 都一定會有一套 大家都會聽 無數次的主題曲 即是主題歌曲 他一定會有個很華麗 剪接很美的MV 這款式的開場 沒有了不行的 這些是廣告 但其實我覺得 每一次都要 《Breakthrough》這個人物 《Breakthrough》這個情節 《Breakthrough》這個感覺 其實都挺難的 因為他做了幾十年的電影 即是做了幾十年的電影 你要每一次都要《Breakthrough》 其實我想都挺大件事 我想在這麼多片裏面 即是特末片 《James Bond》應該是最長的一段片 對 對 他現在保持直拍 而且他本身已經有小說了 他說是《James Bond》 剛才說的 《James Bond》 一說《James Bond》 就知道他的配樂是什麼 一說《Mission Impossible》 你就會聽到《Mission Impossible》 配樂在你腦裡播 即是他真的很象徵性 在流行文化上 他是打入了每一個觀眾 每一個市民 每一個市民 對 還有一件事是厲害在 因為很多時候 你可能看過這部電影 你會知道《James Bond》的配合是什麼 你看過《Mission Impossible》 你會知道《Mission Impossible》的配合是什麼 但他這些特務類電影的配合 他的象徵性和重要性是厲害到 就算可能那個人 他真的沒有看過《James Bond》電影 沒有看過《Mission Impossible》的電影 但他知道那是這部電影的主題 電影有時候 或者有時候電視裡有些預告片 那你就是那個聲音 就是那個音樂 就是那個melody 因為那個melody很聲音 有很多東西 所以這幾十年裡 從小時候開始 你會聽到那些音樂 是那幾粒音 然後到大了之後 電視其實在過往幾十年裡 我想是不停的 一天都有 因為他這些配合 除了電影用之外 因為他夠象徵性 很多作品都一定會 拿了一個版本回來 我們自己都放在影片裡 那裡用 都已經算可以說是 用得蠻難的 但是那幾個melody也挺好聽的 是啊 你一聽就立刻認得 其實這東西 不只是局限在特務配合上 很多電影上的配合都是這樣 星球大戰一說 你也是想起它的配合 所以我自己覺得 配合在流行文化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是不可以缺少的 他為何會做到 在流行文化 即是pop culture裡面 可以感出色 其中一個元素就是 那些配合你真的從小聽到大 真的洗腦 你一說 你便知道是哪一首 你和那個人溝通 流行文化很多事情 就是因為要溝通 大家不斷流行地說 這個我想和人的記憶很大關係 因為人的記憶 最大的記憶就是美國 第二個是聽國 然後是時國 有時你會忘記了那個場面 那個視線是怎樣的 但是你要記得一把聲 譬如我現在和你聊天 可能我和你熟了 我挺熟的 然後我可能不見了你二十年 那你又可能會 啊 聽到一把聲就不可以 那美國也是 所以 聲音的記憶是真的大一點 聲音是很大的 很大的 而且可以重複地使用 是的 我們說聲音 你覺得這麼開心 我們這一節都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真的說你這個 A Day with the Spy 的演奏會 的幕後資訊 就是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演奏會 到底有什麼可以期待 那麼就說 更加多配樂上面的資訊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見 再見